好 下面呢 我们通过一个动画来看一看 不放坡机坑是如何进行施工的 好 首先呢 大家再来看一看有维护结构的机坑 什么样子啊 在开挖之前 我们会沿着开挖轮廓线去施做一圈维护结构 这个维护结构可以是钻骨罐装 也可以是钢板装 也可以是我们后边要讲到的 连续的钢筋回锁的墙体 做好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开挖 随着开挖深度的增加 维护结构紧固变成了悬臂状态 为了防止悬臂的端出现较大的位移 较大的跌形 我们会在维护结构的内侧设置支撑 但是这个支撑和维护结构并不是直接接触的 中间会做一个过渡 这个过渡可以是我们图中所说的钢筋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量 也可以是这个位置大家所看到的行钢 行钢都是可以的 那么除此之外 这个支撑大家也发现了 这个支撑可以是钢筋混凝土支撑 也可以是钢管支撑 是不是 在这样图当中的前两道支撑 上方的两道支撑 我们用的是钢筋混凝土支撑 而下方的第三道 第四道支撑 用的是钢管支撑 好 大家呢 在这可以先思考一下 为什么上方的用钢筋混凝土支撑 而下方的用钢管支撑 我们在后面呢 也会讲到它的原因啊 这是案例题 它考试的一个切入点 好 在机坑开挖之前 我们要干什么 进行场地停整 引到一个作业面 是吧 好 这个作业面整好之后呢 我们再去沿着机坑的周边 去打设一圈 维护结构 承受机坑开挖过程中的水土压力 好 在机坑开挖的时候呢 我们要防止机坑被水浸泡 所以说要把地下水降下去 好 打设降水镜 把地下水降下去 降完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开挖 为了防止机坑维护结构顶部 为一过大 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在维护结构的内侧设置 支撑 但是对支撑和维护结构 并不是直接接触的 中间会做个过渡 这个过渡处处于最上方的 我们叫什么呀 钢筋混凝土的 灌粮啊 这个东西叫灌粮 先去做灌粮 然后呢 再去安装支撑 好 支撑做好之后 再去开挖 开挖一紧 施作一道支撑 开挖一紧 施作一道支撑 直到开挖到设计标高为止 啊 这个机坑呢 相对来说 它的深度呢 比较浅啊 比较浅 好 假如说呢 开挖到这已经到底了 好 到底之后 怎么办呢 好 该检查检查啊 该验槽验槽 就是机坑验槽 我们后边会说 机坑验槽 哪些单位参加 验什么项目 我们后边会说啊 那么验收合格之后呢 我们再去干什么 再去试作主体结构 在试作主体结构之前 我们要去做一个 做一面 就是塑混凝土 垫层啊 垫层 垫层做完之后呢 再去做主体结构 主体结构在做的时候呢 它是分段来做的 先做的是 钢筋混凝土的底板 然后呢 再去做侧臂 再去做顶板啊 假如说呢 这个车站只有一层啊 先去做钢筋混凝土的底板 然后呢 再做侧臂 分开来做的 分开来做就要留试工缝 大家需要知道 地铁车站 试工缝 留在什么位置 先来看底板呢 对于地铁车站啊 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车站 车站的试工缝 留设的位置啊 大家呢 可以做个笔记 车站上没有啊 先来看底板 底板与侧臂 施工缝 留设的位置 分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有页角的 什么是页角呢 好 比如说呢 这个底板 它是这种圆角的 这个角 它就叫页角 叫页角 也就是页窝的页 页角 有页角的时候呢 我们留试工缝 留在那 留在页角末端 向上至少三百毫米的位置 好 注意 施工缝 留设的位置 页角末端 八字脚的末端 向上至少三百毫米的位置 那么没有页角的时候呢 也就是底板是直角 底板和侧臂 这个位置是直角 直角的时候呢 直接留在底板 向上三百毫米的位置 啊 无页角 留在底板向上 三百毫米的位置 至少三百毫米啊 好 收缝留好之后呢 我们再去做底板 再去做侧臂 大家来看 侧臂的施工 侧臂的施工到这 大家来看啊 我再往上坐 我在机坑施工的时候 是不是设了一排支撑呢 支撑是不是挡到了侧臂的施工 对不对 那么此时 有些人说了 怎么办 我把这个支撑拆了 对不对 不能影响到我施工 但是你拆除之后 你会发现 这么深的维护结构 这么深的机坑 它没有支撑呢 对不对 没有支撑了 那怎么办呢 维护结构 它就可能向坑内发生 驱挠变形 对不对 好 那么如何防止我维护结构变形过大 同时我又能够施工呢 怎么办 我在这个支撑拆除之前 能不能在这个位置 我去做一道支撑 把它替换下来 是不是 好 你看 这个位置的侧臂已经做完了 我在这个位置做支撑 是不是不影响上方施工啊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再把它拆掉 好 这个支撑的目的就是用来换它的 所以说它叫换称 它叫换称 先做换称 再来拆除支撑 看到了吗 先做换称 然后呢 再来拆除支撑 拆除完支撑之后 接着就可以去做测地了 是不是 好 那么对于侧臂和顶板 在这个位置呢 同样可以有施工缝 那么这个施工缝又留在哪呢 好 大家来看这儿啊 顶板 与侧臂的施工缝留在哪 同样两种情况 有叶角的时候 留在哪 一叶角八字角末端向下一百五到三百毫米的位置 如果是没叶角呢 这种直角的形式留在顶板和侧臂交界线 这个线往下一百五到三百毫米的位置 好 这是对于底板的施工缝 以及顶板的施工缝 两种情况分别留在那 你要知道 好 有叶角的 再说一遍 没有记录是吧 留在八字角 八字角 重新画一下 看到了吗 好 这是顶板和侧臂交界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叶角 留在叶角八字角 末端向下 至少一百五到三百毫米的位置 好 没有叶角的时候呢 比较简单 留在顶板往下 一百五到三百毫米的位置 就可以了 好 看明白了吗 好 那么在逐体结构顶板做完之后 顶板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换层拆掉 拆完之后呢 这个系统是不是就可以回填了 好 要把这个车站主体回填到地下 是不是这样 好 我们在回填的时候 与其他人说了 我是先回填呢 还是先拆除这一道支撑呢 好 主要呢 看车站的埋深 如果埋深比较深 那么此时呢 我们可以是先回填一部分 再去拆 如果是埋深比较浅 可以是直接拆除 再去回填就可以了 好 明白了吧 这是车站 车站不放坡棉花机坑的施工流程 也就是这个流程 好 对这个流程呢 大家要熟悉啊 考试的时候 可以考案例及工序的补充 好 我们在这个图形来梳理一下 好 这个流程当中呢 主要包含两大部分 一个是激坑的开挖 一个是主体结构的施工 激坑在开挖的时候 为了防止激坑坍塌 我们需要施作维护结构 为了防止被淹没 怎么办 降水 随着激坑开挖 开挖一层 施作一道支撑 开挖一层 施作一道支撑 一直到设计标高 激坑开挖完之后 我们要去做主体结构 主体结构做之前 这个位置其实还有一个垫层 垫层 施作完之后 再去做钢筋混准的底板 底板的焦住 底板焦完之后 再去做侧地 侧地在做的时候呢 一道道的水平支撑 可能会挡到 我们就自下而上 去拆除支撑 但是呢 在拆支撑之前 是不是要去做换层啊 对不对 好 这个是换层 这个是我们施工的时候 做的支撑啊 要去分开 好 随着一道道支撑拆除 我们侧臂做完了 侧臂做完之后 再去做顶板 好 顶板做完之后 把换层拆了 好 支撑开了 回旋就可以了 这个位置提到什么 提到了中板 什么是中板呢 刚才咱们所说的车站主体 它就是一层 如果说这个车站 它是两层 或者是多层 比如说是两层 两层的时候 中间这个板 中间这个楼板 它就是中板 好 这两次的都是侧墙 好 那么这个位置 我们叫做负二层啊 负二层 这个位置叫做负一层 负一层侧墙 负一层侧墙 负一层的顶板 负一层的底板 是不是 负一层的底板 它又叫负二层的顶板 明白了吗 好 门不去分开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 盖瓦法施工 假如说呢 我们现在要修建的地铁车站 它是刚好处于主干道下方 那么此时 我们仍然采用明瓦法施工 行不行 如果说工期持续的时间长 那么对于主干道 我们需要长时间中断交通 那么此时就不易采用明瓦法施工 我们就可以采用先盖后挖的方法施工 自上而下去开挖一定的空间 空间开挖好之后 先去做一个棚个儿 把上方封闭起来 封闭好之后呢 在封闭的空间下方 我们去自上而下开挖击坑 击坑开挖好之后 在自下而上去施作主体结构 好 那么这种施工顺序 它的主体结构施工顺序 是不是和明瓦法一样啊 我们叫做盖瓦顺座 那么有没有主体结构 是自上而下去做的呢 也有啊 也有 那么这种方法和顺座是相反的 我们叫逆座 好 所以说对于盖瓦法 盖瓦法它常用的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盖瓦顺座 一个是盖瓦逆座 其中盖瓦逆座 在我们程序当中是常见的啊 常见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就用一个 就用动画的形式来演示一下顺座和逆座 它是如何施工的 先来看顺座 对于盖瓦顺座 它是自上而下去施工啊 在施工之前 只不过在地下施工之前 我们需要开挖出一定的空间 先去预设一个棚盖 这个棚盖是提前预设好的 好 提前预设好的 好 我们在生物的时候呢 先存地表作业维护结构 维护结构做好之后 再去开挖土体 开挖土体之后呢 再去做预设的棚盖 我们考虑到机充的跨度可能过大 棚盖呢 可能出现 竖像去到变形 怎么办呢 在中间 在中间先去打上临时的立柱 临时的立柱做好之后 再去开挖土方 吃做临时的棚盖 临时的棚盖 棚盖做好之后 在上方的恢复交通就可以了 好 恢复交通 对于这个临时的棚盖 我们白天可以通车 夜间可以把它打开出土 运输材料 当然了 白天的时候呢 对于上方可能有一些 临时的出土口 出土口 或者运输材料 也有一些口 实际上呢 这些口 收起来不方便 夜间的时候可以把它打开 那么上方的棚盖做好之后呢 就接下来就是 自上而下去开挖土方 然后呢 自下而上去 吃做土地结构 和棚挖是一样的 好 随着土方的开挖 我们要施做一道道的支撑 一道道的支撑 你看 下方土地的开挖 是不是在棚这下进行的 对不对 好 这道支撑做完之后 我们再去开挖 再去施做下道支撑 直到机坑开挖道 设计雕高 开挖道设计雕高之后 我们再自下而上去 施做主体结构 这个主体结构 在做的时候 同样还是先做击半 再来做侧壁 侧壁在做的时候呢 支撑会挡到侧壁的施工 怎么办 我们需要把支撑裁掉 是不是 同样的 在拆支撑之前 需要施做换撑 好 再去拆图支撑 施做主体结构 在主体结构生完之后 我们把棚个儿拆掉 把临时的立柱拆掉 恢复原来的地貌就可以了 好 这些都是临时的 那么至此 我们盖瓦法基本上就施工完了 好 大家来看一下盖瓦法的施工 顺做的施工 你看啊 对于土方的开挖 以及主体结构的施工 都是在棚盖下进行的 那么我现在问你 对于盖瓦顺做的施工 他受不受外界的影响 不受 是不是 好 在棚盖下进行的 另外就是下方的施工 你能不影响上方正常通车 也不影响 是不是 好 那我再问你 对于他土方的开挖 以主体结构的施工 相对于棚瓦法来说 方便不方便 不方便 是不是 你看 人在矮颜下 怎能不厘头 挖机在这挖着 上方是一个棚根 不好操作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对于盖瓦 盖瓦法来说 相对于棉瓦来说呢 它的作业量是比较少的 出土 我们需要水平运输 运到固定的出土口 才能够把它运出去 这是盖瓦顺做 好 接下来呢 再来看涅座 对于盖瓦涅座 同样的 它是自上而下 去开挖机坑 先存地表 开挖出一面的空间 我们 然后呢 再去封闭 这个空间 好 先去 施作这个封闭的空间 这个封闭的空间 不再是 预测的棚盖 而是永久性的 钢筋 混土 顶板结构 顶板做完之后 咱们在 自上而下去 开挖机坑 然后 主体结构 怎么做呀 在自上而下去 施作主体结构 不再是 自下而上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 我们把地表 做完之后 同样的 要在地表 去施作 维护结构 好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为了避免中断交通 可以是 分扶去做 这个为了呢 我们先做右半幅 再来做左半幅 好 维护结构 以及永久性的车站的立柱 这些都是永久性的 好 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开挖 开挖出一定的空间 我们要去做什么 做上方封闭的顶板 这个顶板是现胶的 我们在收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位置的图体 稍作凭整 凭整之后呢 作为底模具使用 在上方去绑达钢筋 胶筑 混凝组 做一个永久性的顶板 也就是将来车站的顶板 那么这半幅做完之后 我们再去做左半幅 右半幅恢复通车 左半幅施工 看到了吗 同样的 施作维护结构 以及永久性的立柱 再去开挖 开挖完之后 再去施作钢筋混凝的顶板 同样的 好 再去恢复地貌就可以了 上方恢复交通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还是自上而下 开挖几坑 开挖一截 要不要施作支撑啊 不需要施作支撑 那么此时我们做的是 开挖一截 施作一层 主体结构 看到了吗 主体结构施工上 然后呢 我再开挖一截 再干什么呀 再去施作一截 主体结构 你看 下方开挖完之后 这个上方 是不是有主体结构啊 能够看得出来吗 上方的主体结构已经做完了 好 我此时呢 再去做下方的主体结构 看到了吗 好 然后呢 我再去开挖图体 再去施作主体结构 好 这就是盖尔瓦逆座的施工 那么通过刚才的演示 大家考虑一下啊 对于盖尔瓦逆座 他的施工 对于环境的影响大不大 不大 他的施工受环境影响大不大 也不大 是不是 都是在永久性的顶板下进行的 那么另外大家再想 我在施工的时候 要不要像顺座一样 自上而下 开挖极坑 施作一道道的临时支撑 以及临时的力度 不需要 是不是 对于盖尔瓦逆座 他有永久性的力度 以及开挖一截 施作一截 主体结构 对于主体结构的临板也好 底级板也好 他都相当于到钢筋混击组支撑 所以说相对于顺座来说 不需要施作一道道的支撑 不需要施作一道道支撑 将来施作主体结构的时候呢 也不用去拆除 对不对 好 但是他有他的缺点 他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呀 上方的顶板是先做的 然后呢 我再来做负一层的主体结构 负一层主体结构 尤其是侧壁在胶的时候 你看 这个位置混击土胶完之后 混击土一定的自重 混击土在凝结化过程中会不会收缩 会收缩 对不对 好 在这个位置呢 它就容易出现收缩裂缝 同样的 负一层做完之后 我再来做负二层的主体结构 那么在这个位置 混击土同样会收缩沉降 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也会留下收缩啊 好 所以说对于盖瓦逆座 它的收缩处理起来是比较难的 也就是这个位置 收缩处理比较难的 容易出现缩隙 容易漏水 那么在实际收缩中 我们可以采用两种收缩方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种方法呢 在交流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提前运埋注浆管 将来出现收缩裂缝之后呢 再去筑浆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呢 比如说我们交入的侧壁 它高是三米 我们交完两米之后 留一米 剩下的一米呢 我们用补偿收缩的混凝土 或者是微膨胀的混凝土去交 就避免出现收缩裂缝 对不对 好 总之呢 对于盖瓦逆座 它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缺点就是 什么呀 吃工缝 出于困难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盖瓦法 它的考点 在城市里边 采用最多的就是 盖瓦逆座法 选择题 另外就是盖瓦的优点 什么 相对于民瓦来说 相对于民瓦来说 受外界的气候影响是小的 同时对交通的影响也是小的 另外无论是民瓦 有维护结构的机坑 还是盖瓦适座 还是盖瓦逆座 我们在深入的时候 都是开瓦逆座 都有支撑 不管是永久性的支撑 还是临时支撑 维护结构 这些都是小的 除此之外 机充的底部的土体 隆起是比较小的 尤其是盖瓦逆座 开瓦逆座 是做主体结构 是不是 每一层的开瓦深度都不深 所以说坑底的土体 不会隆起 不至于隆起 那么另外就是它的缺点 缺点也比较明显 相对于民瓦法来说 出土不方便 作业不方便 另外就是盖瓦逆座 施工缝 处理起来比较困难 这就是对于盖瓦法 它的有缺点 考试的时候能够选得出来 是 对于盖瓦逆座的 有缺点